网首一时三香 邀请您接下来收看 天网 是谁拨通了你的电话 是谁出卖了你的个人信息 犯罪的网络无孔不入 九个月的侦查行动横跨全国 什么样的特工潜入校园 什么样的任务逆而不宣 单纯的女孩陷入行动 特殊的掩护惊险从生 片术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2014年12月17日 湖南里县警方将实施一次 大规模的收网行动 他们锁定了五个犯罪拨点 23名犯罪嫌疑人 调集了150多名警笔 届时 在湖南诸州 湖北武汉 宜昌 仙桃 这场秘密的抓捕行动 将同时展开 如此大规模的抓捕行动 在林县公安局历史上 还是第一次 这是我从此警察的执念以来 这是我第一次 遇到过的这样大的抓捕行动 经过九个月的艰苦侦查 收网的时刻终于到来 两省四地的五个窝点 都被侦察员团团围住 行动一扣起发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团伙 他们又涉及什么样的犯罪 如此大规模的抓捕 能否成功实施呢 2014年11月15日 早上八点左右 家住湖南常德的唐女士 突然接到一个 从长沙打来的电话 她你是唐财富吗 我说是的 她说是长沙派出所的陈警官 她说两个人 她是派出所的陈警官 没有摩斯嘛 现在抓到我 就搬走按照 说你陈述到你 你换毒 就是拿出不表 对方自称是 长沙县公安局的陈警官 在核实了唐女士的身份证后 陈警官通知唐女士说 警方正在侦办一期 各大贩毒案件 现在有证据表明 贩毒团伙是用唐女士 在光大银行 长德分行开设的一个账户 进行洗钱活动 警方又对唐女士 进行调查 陈警官的说法 让唐女士大吃一惊 自己什么违法犯罪的事 都没有做过 怎么突然跟毒贩 扯上关系了 听说唐女士没有光大银行的账户 那位陈警官说 据她分析 有可能是贩毒团伙 盗用了唐女士的身份 在银行开设的账户 但是在事情真相查清之前 唐女士必须配合警方调查 同时警方将马上冻结 唐女士名下的所有银行存款 冻结时间为三年 对方挂断电话以后 唐女士立刻拨打 长沙114查号台 核实对方打来的坐机号码 是长沙县公安局的 114查号台工作人员确认 电话号码的确是长沙县公安局的 而就在此时 陈警官又打了电话 询问唐女士名下存款的情况 陈警官说 她知道唐女士家里经济条件不好 冻结存款会让唐女士家 今后的日子很难过 并说她愿意帮助 想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 陈警官建议唐女士 把所有存款转入警方 在银行设立的安全账户 警方对资金进行审查后 很快就会把钱再给她打回来 对陈警官的好心 唐女士很是感激 之后陈警官告诉唐女士说 过一会儿 有一位阴监会杨科长 会给她打电话 让唐女士按照杨科长的指示去做 很快 一个自称是银监会杨科长的人 便打来了电话 她是杨科长 她说她是个杨科长 她杨科长 那我现在是某种森林 我想给你转接笔账 我没有几大的好大的风险 他没有好大的风险 就在唐女士与银监会的杨科长通话时 唐女士的丈夫 恰好下地劳动回来 看到妻子在跟陌生人通话 便上前询问 但唐女士根本没有理会 因为之前那位陈警官在电话里再三警告过她 说这件事不能对任何人讲 唐女士心急如焚 她顾不上多想 拿上家里的银行卡 开车直办镇子上的信用社 把两万多元存款 全部打入对方提供的所谓安全账户 在回家路上 唐女士才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头 但为时已晚 看你快点到老陈子 我当老陈子 长长都搞得清清白白的 同样的遭遇也发生在樊女士身上 樊女士也是常得人 一个月前 他也接到了自称是公安机关打来的诈骗电话 打电话说了好久 我说现在好多诈骗的 我说你别骗我 我是脑白心的 我就我没钱 我家里很穷 我就这几千块钱 你知道吧 他说知道知道 我不会骗你是现在很多诈骗的 他这样说 我自己还跟他这样说 但是就是心里说 啪地这样骗 但是我也没怀疑他说是骗子 最终 樊女士听信了对方的谎言 将家里仅有的一万多元存款 全部打入骗子提供的所谓安全账 家住湖南里县的龚先生 也不幸掉入骗子涉嫌的陷阱 自己辛辛苦苦攒下的五万元血汗钱 被骗子全部全走 据专案组统计 从2013年1月到2014年11月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湖南昌德地区先后有233名群众上当受骗 被骗金额少了几千元 最多的达到五十多万元 受害群众累计损失超过1700万元 当时一收集不得了 就是单单这样一个类型的电信诈骗人件 损失就这么多 诈骗团伙选择的侵害方绝大多数都是普通农民 因此倾家荡产 受骗后 唐律师一时想不开 竟然打算喝农药自杀 幸亏被丈夫及时发现 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想开就有了一门就开了 有那个钱不钱就想不开了 为了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严厉打击冒充公安机关进行电信诈骗犯罪活动 维护公安机关形象 2014年3月 在湖南省公安厅的统一部署下 长德市公安局 里县公安局 成立了专案指挥部 一场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专项行动 悄然拉开帷幕 虚假的电话号码 真实的身份信息 什么手段让受害人频频上当 狡猾的犯罪嫌疑人 错综复杂的网络 罪恶的源头究竟在哪里 骗术 天网栏幕正在播出 经过九个月的艰苦侦查 警方终于发现了五个犯罪窝点 和主要的犯罪嫌疑人 而据警方掌握的情况 这五个犯罪窝点之间 存在着相互的关联 针对获得的线索 指挥部事先制定了详尽的抓捕方案 2014年12月17日上午 来自湖南里县的上百名刑警 将这个特大电信诈骗网络 位于湖南湖北的五个犯罪窝点 秘密包围 十点左右 专案指挥部一声令下 收望行动在湖北仙陶 武汉 宜昌 湖南猪洲 同步展开 中文字幕提供 營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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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在湖北线讨 侦察员冲进一间出租房 将主要犯罪嫌疑人龚某 及一名同伙当场控制 在另一个房间 侦察员抓获了公某团伙里 负责取款的嫌疑人唐某 在线讨另一窝点 负责给诈骗团伙提供改号线路的供应商汪某 和妻子杜某在家中落网 与此同时 在湖北武汉 警方抓获了以夏某为首的三人诈骗团伙 在湖北宜昌 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五人诈骗团伙 在湖南诸州 抓获了以蔡某为首的七人诈骗团伙 警方行动迅速 各窝点里的嫌疑人根本没来得及反应 当侦察员出现在他们面前时 嫌疑人还在各自的工作间里 忙着拨打诈骗电话 在诈骗窝点里 侦察员们 起获了嫌疑人用于作案的大量公民个人信息 信息内容包括公民姓名 身份证号码 家庭住址 手机号码等 而这些个人信息赫然摆放在屋子里的每一个工作台上 与这些信息放在一起的还有一份台词脚板 脚板里清晰地列出了电话诈骗的详细步骤 第一句话说什么 第二句话说什么 然后这些说了以后 要应该转到第几线去 应该一个什么人出场 出场讲什么话 什么结尾 他一步步一环环 都有剧本在这里面 从警方现场缴获的台词脚板来看 嫌疑人冒充公安机关实施电话诈骗的手法 通常分为三步 首先 一名嫌疑人冒充公安机关办案人员 拨打受害人电话 通过核对受害人身份信息等办法 获取被害人信任 以受害人银行账户 涉嫌为贩毒团伙洗钱为名 恐吓被害人 他说因为他也用你的卡开在 因为你的身份上开的卡里面有三百万 因为你的卡就要冻结 三年不可以使用 他你说你不小心嘛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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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114啊 你要讲话你查过 你 说是看是不是 他要帮公安治疗 紧接着 另一名嫌疑人出场 冒充公安机关领导对受害人消异利害 并以同情受害人帮其解困的幌子 要求受害人将名下同款转入所谓警方设立的安全账户 一旦受害人中了圈套 第三名嫌疑人就以当地银监会负责人的身份出场 指导受害人进行转账操作 在这个过程中他会 一般犯罪分子会激励 会着重强调一点 就是你的电话不要挂了 公安局要监听 他说你不能挂机 现在不能在外头从容和人港 对我们办案了 有还案还能了 我们正在抓捕电话还能了 他实际上就是犯罪分子担心受害人把电话挂了之后 会和旁边的人或者其他亲友进行讨论这件事情 他实际上就是要求你不要挂电话 就是让你没有时间去跟人家其他人沟通 诈骗团伙正是利用了普通群众对政府机关的信任 对公安机关办案程序的陌生 以及恐慌心理 采取短时间内对受害人狂轰万诈的办法 在精神和心理上控制受害人 最终让许多人上当受骗 此次收网行动 警方共捣毁五个诈骗窝点 一个网络盖号平台 抓获嫌疑人23名 7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 经核时 受害群众除了湖南以外 还涉及到江西、福建、广东等20多个省、市、自治区 被骗施主多达1000人以上 涉案金额5000万以上 但是这些人的落网并不意味着案件尘埃落定 他们只是犯罪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警方将打击的目标继续延伸 于是一场打击电信诈骗的新战役 又拉开了帷幕 他们是通过网上搜索的方式找到卖家 之后与卖家通过网络进行联系 交易的频率很高 他们平均每周向对方购买一次 每条公民信息价格在三到五毛钱之间 钱款直接打入对方提供的账户 侦察发现在网络空间 从事贩卖公民个人信息的大有人在 而正是这些人的存在 给诈骗团伙实施作案创造了条件 而诈骗团伙实用的几百账银行卡 大多也是通过网上联系 从一些专门兜售个人银行卡的犯罪团伙那里买来的 此外犯罪嫌疑人汪某从北京一家网络通讯公司租来电信线路 为诈骗团伙提供网络通信支持和电话改号服务 我的电信线路可能有很多线路 很多线路都闲置在这里 电信运营商 我就会把这个线路租给你们 卖出来 有一级批发商 二级批发商 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 我诈骗团伙的这个线路来自什么地方 来自哪个批发商 这个人也很重要 如果说你明知的 我提供这个线路 你是用来做违法活动的 诈骗团伙的 这个是犯罪的重要一环 嫌疑人利用网络 警方也利用网络 警务微信平台李州民警 在当地或具有影响力 李县公安局将电信诈骗的手段一一披露 向社会进行广泛宣传 并总结出一套识别电信诈骗的方法 供群众参考 同时又将司法机关执法工作的程序和常识 向社会发布 让群众了解 不给犯罪分子留下可诚之计 静谧的校园 出现一位神秘的特工 单纯的女孩进行一次特殊的掩护 这是特工的绝密任务 还是女孩的惊险人生 骗术 天望栏目正在播出 在电信诈骗的网络里 嫌疑人始终在暗处 几番通话就将受害人身心控制 钱财尽尸 而一些更善于伪装 手段更特别的嫌疑人 则出现在名处 当他出现在你的身边时 你能否辨识的轻呢 这是湖北省武汉市的一所普通高校 校园很大 这其中有一个叫小群的女孩 她是大二的学生 今天功课不算太忙 所以她打算趁客余时间去校外买点东西 刚走出教学楼不久 一个神秘的男人出现了 我当时才帮另外一个人指完路 结果他就正好过来了 过来之后就是挺严肃的那种 压低声音了 就跟我说那个青年员在哪 小群看了这个人一眼 正要转身指给他看 这个人却向前一步 阻止小群伸出手来 他就说你不要动 说那个就是叫我动作不要太夸张 然后就是说就只要低声 就只要告诉他就行了 然后同时就把一个证件掏了出来 就让我看 然后就是接着拿回去了 我就看上面有国家什么 特工什么的那种字 国家特工 小群顿时以惊 他看着眼前这个五十多岁的男人 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好 打算赶紧指完路就离开 而这个人此刻也看出了小群的不安 连忙非常有礼貌的开始向小群解释 说他们来抓人 有几个犯罪团伙跑到我们学校里来了 然后据可靠消息称是 现在在青年员准备碰头 然后就告诉我这几个 那三个犯罪嫌疑人的体态相貌 身高啊穿着什么衣服 然后什么样的 这个人告诉小群 对方是一个跨国犯罪团伙 由于案情严重 所以国家才会动用特工 他一边示意小群不要紧张 一边警觉的向四周环视 同时还不停地接受着耳麦中传来的消息 他就是一直就是有耳麦嘛 在那跟他的人在那联系 结果就说那个说去他去青年员抓罪犯 然后就让我帮他带路 然后我就说我当时就是 因为青年员距离那也挺近的 我就正好过去带他过去了 一路上小群的心一直有点忐忑 这个人虽然看起来斯文有点 但是关于案件之类的事情 自己还是远离为好 于是将此人带到青年员后 小群就以还要上课为用准备离开 而此时这名男子的一番话 让小群的心瞬间平复了下来 我说这事你不用管 这件事情我们会直接跟校方联系的 你就是现在就配合我们 然后也是说因为特工 所以工作什么都比较秘密那种 是告诉别人就是请假干嘛的 就说这事他们会善后 就会处理好 接下来 这个人让小群扮演成自己的女儿 来对他进行掩护 目的是不让潜伏在周围的犯罪团伙 有任何察觉 怎么样看上去才像妇女二人呢 小群努力回想着 自己和爸爸坐在一起的样子 可是这名男子却早已进入了角色 他确实演得挺真的 而且他一直就是 一直抓着我的手 就是抓着我袖的这一块 就是跟我一起走那种感觉 就是当时也是有点就是 就是也是他一直在那就是控制我 把那种手指 他就他一直拽着我那种 校园内小群就这样跟这位国家特工 像妇女二人那样手牵手的走着 小群知道危险就在不远处的某个角落 自己知道了这么大的内幕 必须竭尽全力演好这个角色 从而成功的完成掩护特工的工作 这个在心理学叫格斯塔学派 就是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 我们会同他的衣着打扮 然后我们会想他大概做什么的 大概什么年龄 然后有什么样的背景 就是一个就是说 或者画一个三角 我这样画快画完了 就是剩一个边 然后你会把这个三角形给画完整 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理论 那么在应用当中 那么这个男的就是说 他在边啊边造呢 然后他其实这个小女孩 他自己的思维之间 他有个想象空间 他把这个故事会补完 他会认为这个人就是国安 他就在跟他的朋友在进行联系 然后他在做案子 我在帮助他 校群已经逐渐地沉浸在自己的认知当中 他想自己的人生 还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惊险 这都是真的吗 一边跟他聊天 一边就让我帮着他 看着就是青年园里 像他描述的那样的人 他就在那一边找 一边跟耳麦在那沟通那种 根据这位特工的暗示 校群发现 在校园里的确有一些人 看上去鬼鬼祟祟 而就在这时 这位特工的耳麦突然传来紧急情报 校群虽然听不到任何声音 但是从这个人的神情来看 一定是出什么事 就是在刚才三分钟前 就是他就向我转述 说是他的助手 就是下车 就是追这些人 搜索这些人的时候 可能他们就是太明显了 从车下来的时候 一抗托车就 就是很快地开了过来 就把他助手正好给撞倒了 伤势就特别严重 校群呆呆地站在原地 听着这一切 来不及多想 这名特工立即通过耳麦 和上级取得联系 他的上级就问他说 可能就问他 你旁边还有 就是说 谁可以怎么 就是说一下 你现在的情况吧 这种 他就说 现在有个小姑娘在这 配合我 是这的学生 他的上级就问说 这个人可靠吗 他就说 我觉得应该 就是我相信我的眼光 然后他就给我要我的身份证 和学生证 然后就看 说 然后就问上去说 就是确认了 他确实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他已经看他身份证什么的了 在取得对方的绝对信任后 校群立即和这位特工 奔赴距离学校 最近的一家医院 探望他受伤的队友 而到达医院后 为了防止危险发生 这个人让小群先在外面等候 而他独自进去打探情况 小群站在外面 焦急地等待着消息 这个时间应该已经开始上第二届课了 可是这个时候 他哪有心思去想学校的事 他最担心的 就是里面那位伤者的状况 荒唐故事 单纯女孩深陷其中 以假乱针 神秘特工财色双收 警方抽丝剥剪 捕捉眼相 假冒特工 终于浮出水灭 骗术 片网栏目正在播出 十几分钟后 那个特工终于出来了 但是一边走 他还通过耳麦 不断地在和他的队友交流 由于伤者失血过多 必须马上手术 但是在刚才的检查中 已经花费不少 此刻立即拿出高昂的手术费 简然让他们有些为难 然后他就跟医生说 然后医生就问他说 你是什么人啊 他说你不必知道我们是谁 就是那个 就是让他就是先这 就是先沟通 就是先救人嘛 钱马上就会送过来了 然后那个医生就是 似乎就不松口 然后当时他都挺无奈的 就跟他的上级联系 就让他的上级送汉口 把钱把支票送过来 可是这个时间 从汉口过江到这里 最快也得一个小时 伤者的情况这么严重 万一坚持不到那个时候 怎么办 我当时就觉得救人要紧 反正送钱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然后我就说 我这有那个 小群的慷慨之举 让这位特工大被赶过 他们在提款机上去了钱之后 立即将钱交给自己的助手 可是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 特工的耳脉 又传来了上级的通知 原来对方已经发现了 小群在做掩护工作 他的真实身份很可能暴露了 如果此刻独自离开 必定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建议他们 尽快找一家宾馆 暂时隐蔽起来 小群的心瞬间提了起来 这该怎么办 天已经快黑了 自己一个女孩 怎么能和一个 萍水相方的男人去宾馆呢 可是没有这个人的保护 万一在回学校的途中 遇到不测 怎么办 而此刻这位特工更是面露蓝色 他反复地在跟上级说 这样做不合适 希望能有别的办法 而小群也似乎意识到 自己的犹豫不决 是在为整件事情耽误时间 我就想因为这件案子 对他来说确实 他对他想的反正是挺严肃的 就是盗窃国家机密 今天晚上就要碰头 就是送出去了那种 然后他们会这个 又是队友这边 住手这边又那个了 怎么怎么样的 也确实是想 如果是那个的话 就帮帮他吧 而且反正也是扮演妇女 也没什么 而且他也是说 他也问我了 我们是什么时候 就是晚上宿舍 什么时候关门怎么样的 争取在这之前 就把我送回去 所以我就当时就答应了 在宾馆开好房间后 扮演附近的特工 还带着小群出来吃饭 买零食 但是结束这一切后 小群没有再和他回宾馆 而是头也不回地 向学校走去 并且向关山派出所报答案 这已经是警方接到的 第五起相同报案 其中除了小群之外 其他女孩均被骗财又骗色 那么小群是怎样发现 情况不对的 因为他跟我说话 都让我到厕所里面 就因为 就说外面有监视吗 说话办法都能看得见 所以就叫我到厕所里面跟我 好能稍微大点声交代我怎么样 结果就这样进厕所两三次 我当时就感觉不对劲了 既然有红外线监视 那我们两个无缘无故地跑厕所去 不更让人家提议了吗 所以我当时就准备要走 我当时就准备 就是就感觉那个了 根据案件分析 嫌疑人的犯罪目标和犯罪手法 经过精心的选择和设计 所以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否则将会有更多的女孩 落入她的魔爪之中 2014年11月9日 关山派出所成立桩案组 在对宾馆内嫌疑人的遗留物 进行提取后 根据受害人描述的行走路线 对沿途的监控录像 进行全面查看 寻找此人的线索 这是嫌疑人在校园内 和女孩搭讪后 牵手扮演妇女的监控录像 画面中 这名50多岁的男子 不态平稳 不慌不忙 表现出的气质 的确可以在大多数人的眼中 蒙混过关 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人不时的在用耳脉 和自己所谓的上下级联系 根据自雷犯罪的特点 警方断定 这个人应该没有同伙 他的这个举动 就是为了让自己 看上去更像一个 大家想象中的国家特工 以瞒骗那些单纯的女孩吗 也许喜欢这样的国家特工 本地是从天下半年 就在一段时间 一定会卖的 《岳环》 是 rust的 这就是用一副道貌岸然的外表 扮演国家特工 对女大学生进行骗财骗色的嫌疑人曹某 今年57岁的曹某 就是当地一家工厂的普通工人 已经有过多次犯罪前科的她 谈起自己的骗术 以及成功的经历时 平淡的语气让人无法平静 也没有什么针对性的 就是如果说能够碰到一个 就是首先是梦幻 通过梦幻才能了解 对我这个行骗有没有什么防备 或者什么识破的这个激动 如果说他们要是提出了 当时要是提出了任何一点 因为我可能也不会 也不会让他们这样做了 我会终止你 我并没有采取任何强 强制性的语言 或者强制性的这个行为 像他们这样做 的确 曹某下手的对象 都是一些在校的大学生 他们年轻 聪明 有着最良好的教育背景 但却为什么会被曹某的手段所蒙蔽 一个接着一个的 被骗财后又被骗色的 这些女孩都已经被洗脑了呀 她已经进入自己的角色扮演了 所以在生活当中 我们有时候会看戏 看戏我们会入戏 就是尤其是女性 她会入戏 她觉得 我就是这个女主角 虽然案件已经尘埃落定 但是嫌疑人给这些女孩带来的伤害 却永远无法抹去 校园是座象牙塔 这些花季少女 在努力学习的同时 更要睁大眼睛 去认识这个复杂的社会 学会保护自己 学会分辨上恶 闹市街头 一男子持枪射击 上演惊悔一幕 动机成迷 他为何截至女友 奉而拔刀相向 贺枪时代 八百警力 展开了一场深山围捕 感情褪色 是什么 让她的爱 变得冰冷不堪 车库相声 天望反目 近期播出